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可以兴邦 有诸 孔子对曰 言不可弱势 其积也 人之言曰 唯君难 唯臣不义 如知唯君之难 不积一言而兴邦夫 红子对曰 言不可弱势 其积也 人之言曰 以无乐乎为君 唯其言而莫语为也 如其善而莫知为也 不亦善乎 如不善而莫知为也 不几乎一言而上邦夫 定公问 一言而可以兴邦 有诸 先说本文的意思 再说采取何种注解 写如老人 那么在这里先给我们说本文的意思 再说采取哪一种注解 这是定公在鲁国问孔子 定公问孔子 问古人的诚语 说一句话 国家就可以兴盛起来 何以如此重要 定公有疑惑 有诸 说一句话 一句话就可以把国家兴盛起来 是有还是没有 有没有这个事情 问孔子 孔子对曰 言不可弱势 其积也 孔子对曰 言不可弱势 可算一斗 这里是一个斗点 不算一句 也不算二句 就是一个斗 孔子说 古人说 这话不可这样 并不是完全反对 古人说这个话 也不可以这样理解 也并不是完全反对 国家大事 一句话就能解决吗 所以孔子他说这个话 也不可以这样理解 但是也不是完全反对 说这句话没道理 也是有他的道理 但是国家的大事 是不是一句话就能解决得了吗 这是古人的话 古代风俗与今日大同小异 已有真子人 其积也 积就是近的意思 接近的意思 虽不能一言就可以兴国家 虽然不能一句话就可以把国家兴起来 但是以兴国家的礼接近 以兴就靠近了 这个兴旺就靠近了 说话虽然说话虽然说远 可是近是远 就是近的 这个近还不是根本 如拿善说善 手拿着善子 手近于善 不是手就是善 善即是善 善是本 若另一只手指更远 其他的人 手就不足论了 必须懂这句话的味道 这个手拿善子 那么是手拿着善子 那么并不是这个手就是善子 那么善是善子的本 那么若另外一只手 不是手拿善子这只手 那距离这个善子就更远了 其他人的手那就不足论了 那就远之右远 这必须懂这个话 它里面的味道 你们最好先预习才知说话 不是简单 这雪鹿老人鼓励大家 要先预备学习 那学习这一张书 才知道说话不是简单的事情 参考各个柱子 看个人的眼力 个人有个人的心思 只要合理讲得通就行 你们听论语听五遍 也怕还不清楚 诸子弄柱子多少遍 虽被后人挨骂 也有挨骂的程度 处处需自己悟 悟了才是自己的 悟一次已经在渐渐 往这路上走了 至此孔子能没有结论 所以当然有下文 读书张句要紧 孔子答复知道 但答得胡伦 故下文在说 有人说定公问古言语 孔子解释 也不是孔子的话 若不知张句有何用 就会错乱 读书为了学做事 说话不干别的 若不会做事 说话就是书呆子 不自己求悟 念到一百岁 有什么用处呢 人之言曰 为君难 为臣不义 辱之为君之难 不积一言而兴邦夫 下面孔子在答复 相近的意思 为君难 为臣不义 定公是辱君 辱国的君王 为国家政治 孔子不谈闲话 为国家办事者是臣 这个办事的 我们现在讲执行的 那么君是决策 决定国家政策的 政策决定了 交办大臣去执行 去落实 今日不讲君臣 其实也是如此 如总统是君 各部院长等是臣 那么每个单位 上上下下 大大小小 都有君 都有臣 古人说过 周朝末年 人心乱得不成化 今日之下也是如此 做官为了荣耀 即使做小官 也比做人民好 官越大越好 为君 更好 当宰相 更好 光耀门庭 这完全是大错误 那么 做官 希望做 越大越好 做君王 宰相 更好 那为什么呢 为了荣耀 光耀门庭 这完全是很大的错误了 很大的错误的想法 如今治国也是这个原则 做官不是为荣耀之回事 国家必须有人民 土地 主权 既有人民 土地 人民 同居 生活 须让他有良好的政治 无非一个安治 彼此相安 彼此相安 没有其他 政治未有好过安治 如果政治不安 即使一天得一块金砖 而坐监道等 这个社会安吗 难安 很难安定 心很难安 社会都是 这个奸道 杀道淫妄 这个字 就很难 安定人心 叫百姓安了 领袖办事者也少操心 大家安 大家安心安定 今日如何得安 今天如何得到安定 你若以为安 就是私心淘淘 那这个 今天啊 是 国家社会 都是很动乱 如果你以为是安 那这个都是私心 那个明明不安 那你以为是安 安是公安 既是公安 做国君 好不容易 不是叫你国君享福 故疏云 如林深淹 如礼薄冰 就怕办错事 故为君难 办事者不受领导 错了也不行 故说 为臣不义 做臣也不容易 做今啊 也很难 今日做官者 没有一个不哀骂的 地气满天 怨声载道 全球有个好东西吗 全球有一个好的东西吗 今日到选举时 今天啊 这个民主国家新选举 原来是要选贤以能 是选举这个贤能的人出来 今日来了孔圣人 无钱选举也没用 今天孔子来了 来 他也没办法选举 因为没钱 选举要用钱 要花很多钱 为君难 为臣不义 这两句话是古人说的 办不好不能公安 若能听这个话 入到心 而照办 当时虽不能兴起来 也不会亡国 这句话 就和兴邦很接近 那么这个是 对国家好的这个话 如果能够照办 那么 慢慢就接近兴邦了 所以这个意思啊 非常重要 不是说 那么讲一句好话 那这个 这个国家马上就兴旺起来了 不是这个意思 这句话呢 要去落实 要去做 慢慢的就接近兴邦了 是这个意思 那么下面讲 约一言而上邦有诸 那一句话呢 这个把国家丧失掉了 有没有这个事 鲁定公又问 一言而上邦 也是古言理 古代的臣 有诸 有这个话 对不对呢 孔子对约 言不可弱势 其机也 孔子对约 言不可以弱势 不可以说得如此肯定 其几乎 那么虽然不能说得 如此肯定 可是相近 接近 又拿出古言理来了 参考考证 韩辉子南篇 列国最盛是五霸 晋文宫是五霸之一 晋文宫的后代 平宫时 到了平宫这个时候 闲时与秦臣 喝酒取乐 这是人之常情 这个晋文宫的后代 晋平宫 那么有空闲 跟这些大臣 喝酒 那么这个 也是很平常的事情 那么到 喝到高兴的时候 晋平空 就说 维军的热处 是什么呢 做一个君王 快乐的地方是什么呢 是一个热处 说热好 还是不好 这个地方说 为君王 快乐的地方 说这个热是好 还是不好 遥顺 是战战兢兢 不乐 做君王 战战兢兢 没有说很快乐 患仲淹 也是 也有乐趣 他是后天下 之乐而乐 先天下 之忧而渝 大家都乐了 当领袖的才乐 这是与民同乐 这个人民都快乐了 那么当君王 当领导的 他才快乐 与民同乐 遥顺的不乐 或后天下之乐 二则都好 这个 患仲淹 是后天下之乐 大家都乐了 他才乐 那不是大家都还快乐 那当今王他就很快乐 不是这样 静平公说 我说的言语 没有人以我反对的 都照办 这是的 今天有人说 我过错 我就不乐 乐人的恭维 喜欢人家就恭维他 如果说出他错误的地方 他就不快乐 心里就难过 如此社会人情会好吗 这是小人心理 这个心态是不对的 诗矿是音乐家 若记太妙都有乐师 诗矿为了学乐 而自己把眼睛赤霞 以便专心扫分心 诗矿一听 静平公说这话 说这个话 将随时抱着的情 撞你这个无道分尽 你说出这个话来给国家 好 你说这个话 会带给国家是好的 大家不违背你这个话 那固然好 大家依照你的话去做 那当然好 若国家说不好的话 而大家不违背 大家也照这样干 那不是要亡国吗 平公认错 静平公 那他就认错了 所以这个话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讲的话呢 他合不合理 对不对 对的 大家照这样去做 不违背 当然啊 会信 国家 如果这个话不对 大家 照这样做 那不是 要亡国吗 所以这个 事况啊 给这个 静平公 纠正 这个错误 平公啊 也认错了 这个非常重要 人之言也 以无乐夫为君 为其言而莫于为也 如其善而莫之为也 不亦善夫 如不善而莫之为也 不几乎一言而上帮夫 古人说过 我为君 没有什么好处 好处是 我说什么 没有人反对 我的 这一条好 孔子就解释了 你说出好 对百姓有利益 大家不违背 固然好 你说出不好的话 大家照办 那怎么能 不败国物民呢 说这句话 不是当时就上帮 不是马上这个帮就上掉了 但是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 已经就接近上帮了 现在风俗什么人提倡的 你们在哪里学来的 你们中日看报纸 投稿则未稿会 无中生有 十字八九 隐善养恶 现在兴这个 现在全世界的 报章杂志 新闻报道 都是隐善养恶 那全世界啊 现在兴这个 兴这个字 就大坏了 大家跟着去干坏事吗 说听这一节书 若以为这种办法好 就得亡国 家庭也得败家 因为国无正职的人 见证 国必亡 家没有懂事的人 任家人在外乱围 家必败 经讲家庭革命 家也不要了 但是你还有自身啊 他人有身 无等不管 他们不知有身 他们得其所在 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一时快乐 将来必得恶果 有刑警队来处理 纵使法力漏了他 花报过了 但是死后也入山土 天网归灰 任何历史 都变不过因果 你学佛 信因果就好办 你不信因果 无也不知如何 因果是佛说的 佛比你如何 你念孔子书 比孔子高明吗 孔子也讲因果 古经上都有说 如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 必有余秧 今日报纸不讲因果 古惑人心 今日说不爱国 爱家 连自身也不要 身 言是邪见之一 但还要借甲修真 解灵 细灵 潜在这个时候修 凡事说你过错的 是你的善友 反之就是想要你去跳火坑 好 这张书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